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这一下所有难遇之人全都感到脑袋十分大 很多事情似乎都想不通 但却又瞬间想通了很多事 难怪阎武城在短短时间之内如同会心般崛起 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一方豪强般的存在了 先前还以为他身后的背景是万宝楼 即便是万宝楼也不一定请得动丽华池啊 那十个如同恒星一般闪耀的名字 代表着当今天舞界下最强战力的十位大人 以天秦为封号的武帝 竟然为了保阎武城而降临南狱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一天之内竟然看到了两位武帝 丽华池好帅啊 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等会打败了新秀老怪 我一定找他签个名 小声点小声点 新秀老怪都听着呢 你不怕死吗 怕什么呀 有丽华池在这儿 当今天下谁能动得了阎武城 新秀老怪脸色铁青 这到今日是躲不过了 况且当着这所有门人和火无帝国 几乎全部有头有脸的人物 绝不能丢了面子 他顿时心下意横 发狠的怒道 李华池 别以为我怕了你 上次天地风云榜排位战 老子的惊涛骇浪绝 不过是刚刚五层境界 如今已是九重九的大圆满之境 若是再来一次排位战 你未必能够排在我面前 九重九的惊涛骇浪绝 就算是遇到傲长空的不灭今生 我也有一战之力 他的一言吼出 似乎将对方唬住了 顿时整个阎武城上空 一片宁静 没有人敢大声呼吸一下 而李华池也似乎消失了身影 新秀老怪心中一喜 暗道 莫非对方真的怕了 感受到四周之人 那崇敬无比的目光 他顿时有些飘飘然起来 浑身来了点劲儿 再次鼓足中气的喝道 李华池 我敬你也是天地风云榜上的强者 正所谓惺惺相惜 今日之事 你需要插手 速速离去 当时卖我一个面子 在下方的李云霄忍不住喷了几口血出来 仰头对着长天足足喷了几斤的血出来 满眼都是惊疑之色 丁铃而惊道 云霄 你怎么了 没事 李云霄挥了挥手 但由于喷血过多 觉得头都有点晕 说道 我只是被恶心到了 见到傻逼的 没见过这么傻逼的 傻逼到让我忍不住喷出了几斤血 妈的 真是亏大了 整个延武城内都是一片寂静 故而两个人的对话之声虽然小 但却是十分清晰 在场的 包括灵星站在天空之上的那些人 哪个不是耳力过人 顿时一字不漏的听进了耳朵里 小子 你 你 找死 星秀老怪 勃然大怒 杀人的目光 从天空之上落下 似乎想直接用眼神将对方瞪死 李云霄淡淡一笑 一道饥讽之色浮现在嘴角 毫不畏惧的迎了上去 冷目相对 一片清明 没有丝毫的畏惧和警惕 完全的古井无波 淡莫了然 这小子有古怪 竟然敢直视我的目光 星秀老怪更是勃然大怒 对方竟敢用挑衅的目光看着他 气得举起手来就要拍下 一股恐怖的气息顿时散开 身后之人纷纷脸色大变 直到老怪 这次是动了真怒了 骇然的退开了上百米远 先前出手一次 竟然没有击毙对方 已经是生平奇耻大辱了 这次绝对是鼓足了力量 打算一招将李云霄彻底的回去 哎 这少年说的不错 丽华驰的声音再次传了出来 说道 我不说话 是因为你的傻逼言论 让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样吧 我只出一招 无论你是否接得下 我便就此离去 心秀老怪 瞳孔皱缩 立即将李云霄抛至脑后 全身心的警惕起来 大声喝道 此言 可当真 若是让他和丽华驰一战 倒真没有多大的把握 毕竟对方是货真价实的 天地风云榜第五的存在 但如果是仅仅一招的话 他顿时冷笑连连地说道 李华驰 你也未免太猖狂了 就算是号称攻击力第一的 破军五帝古飞扬 也不敢在我面前夸如此海口 刚刚头晕好了一些的李云霄 再次仰起头 喷出血来 李华驰似乎脾气极好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有些惆怅的叹息道 可惜故人不在 否则剑斩星辰之下 你若能冲到他剑芒千里之内才死 我可以把头取下来给你当囚体 心秀老怪大怒 羞愤交加 自己堂堂九天五地 在李华驰的口中竟然如此不堪 连古飞扬剑芒的千里之内都进不去 怒吼道 羞成口舌 哪一个死人来说是 赶紧动手 一招之后 立即给我退出火污帝国 他虽然怒急 但头脑中却是异常的清醒 他知道自己面临的 从未遇到过的强大敌人 接下来的一招也将会是惊天动地 心秀老怪缓缓地举起双手 一方天地之中开始变得水雾蒙蒙起来 其中隐隐传来海涛之声 游远极近 越来越响 众人好似清零海边感受到那铺天盖地的 惊涛骇浪 无边无尽 整个空间好似变成了一方水域 如临大海 惊涛骇浪绝 心秀老怪大吼一声 所有人顿时觉得一片水声缠缠 好像在海底之中 四面八方全是水流贯而来 无数道水龙在黑夜当中穿梭 盘更在丽华池的周身 要将其生生吞灭 丽华池依然一脸的平静 没有任何的触动 他取下姚琴 再次轻浮起来 口中喃喃念叨 我这招叫做神韵 乃是取自上古神乐中的一段 化为音律 你且听好了 争 丽华池仅仅是轻轻拨动了一下琴弦 一道绿色的音波之力 以肉眼可见的程度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在四周肆虐的无数道水龙 瞬间被推得化开 整个空中的惊涛骇浪 纷纷朝四下退去 一片清爽的空间 以力华池为中心 开始扩散 不断的壮大 是什么 新秀老怪眼中一片骇然 再次鼓起气静 猛的一掌推出 惊怒连连的吼道 惊涛骇浪爵第九重 给我破开 哗啦 一道道的海浪凭空涌起 朝那音波冲击而去 但是丝毫没有改变 被挤压的越来越小 水文式的音波 不缓不急的冲到了老怪的面前 将它湮灭进去 噗 新秀老怪只觉得浑身大震 那股音律竟然冲刷着它的身体 将经脉和百骸全部瞬间破坏 身体在那一刻崩坏起来 不 不要 放过我吧 它骇然的惊吼连连 但声音却越来越弱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 看着新秀老怪的身体 不断的爆出血来 一点点的破开 最终化作一滩碎末 消失在天空之上 死了 天空之下 无论是阎武城中之人 还是新秀宗的弟子 全都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脑子完全荡机 没有丝毫的思考之力 两大五帝对决 想象之中 怎么也应该是惊天动地 打破虚空才对 怎么就这样 无声无息的 一下就死了 而且死的那样彻底灰飞烟灭 看得一点也不过瘾啊 好一阵 才一个个反应了过来 都是浑身冰冷 大家都知道 之所以如此简陋的收场 完全是因为 实力相差太大的缘故 丽华池 淡淡地看了一眼 天空之上 目瞪口呆的新秀宗的门人 说道 新秀宗人 三夕之内不走 死 他的身影 极淡极轻 从一开始出现 就是这样 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不带半分的杀意 但听在新秀宗人的耳中 顿时仿若催命符 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 三夕时间还不够布置传颂大阵的 所有人疯狂地 速速驾驶着战车 直接化作一道光芒 仿若流星扫过天际 瞬间 消失在天空之上 炎雾城中之人 全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为新秀宗的效率感到震惊 竟然真的三夕就走得干干净净 连战舰的尾光都看不到了 看着新秀宗人飞速散去 其风则是眉头皱紧 新秀宗之人在火屋帝国扩散开来 若是直接传送回冬域还好 否则的话 后患无穷 丽华驰 赶走了新秀宗之人 依然淡淡地屹立在天空之上 所有人都静静地 看着那个朴素的身影 各个激动不已 传说中的偶像 十大封号五帝 果然如同传说中的那样 实力惊天 竟然一招就灭杀了新秀老怪 视觉冲击难以想象 李云霄则是眉头皱了起来 喃喃自语道 他还站着那做什么 以他的性子 应该直接走人才对啊 出来吧 李华驰突然开口说道 让所有人都是吃了一惊 难道还有人躲在虚空之中 在封号五帝面前 也敢隐藏身形 当真是找死啊 所有人都是伸长了脖子 目光在天空上望来望去 想要看看 是哪位不长眼睛 自己找死的 在天空开始传来阵阵波动 黑色的夜空 突然间如同 骤起的毯子一样 变得古怪起来 很快 一个空间通道 直接被打开 众人凝目望去 只见两个黑色的身影 浮现在其中 前方大人的身侧 还有一个矮矮的身影 似乎是一头妖兽 三道影子 渐渐的清晰起来 那只妖兽 浑身银白之色 额头上长着一只金角 四肢在虚空当中 不断的踏来踏去 发出抨击抨击的声音 这妖兽虽然看似古怪 但身上却传出恐怖的气息 似乎要吞天释地 三道影子